我们来找Alex 和我们聊天 看到港股 如果说第三季,刚才也说了 大家觉得很难玩 不少人都觉得对港股深淡 幸好有美股玩 但如果看回第三季 美股不停创新高 尤其是纳指、标指特别厉害 最近开始高位调整 债息升,所以大型科技股都捱沽 你怎样看现在的美股 因为开始多了人出来 会说是否美股要小心 是否会爆破 是否会大幅调整 我知道你一向都不喜欢 大家说是在等爆煲 但大家在看的 现在最新的负面因素就是 债息抽升 还有担心持续性通胀 你自己怎样看 你说这些因素是否需要担心呢 当然是应该要担心一点 不过其实担心还是担心 我觉得就没理由 十上十落 就是扔掉所有东西 因为你 债息升就不是没见过 今年二、三月的时候都见过的了 最后其实市场又是再养上去的 最主要就是影响了股市里面的资金流向 我觉得就不多次说会全线大崩堤的 我觉得这个纯粹债息升的话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太过害怕 不过今次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通胀可能会持续 因为你那些能源价格的人 真是很担心 那有少少这件事 另外就是中国缺电的人都会害怕 应该归纳做两点 一个就是供应链的失衡 就是一个供应链的失衡 这个和那个通胀可能因此而持续 那这两样东西加上 那些人就担心配合债息升 是会影响多一点 基本因素上面的 那我觉得就 就是你都要有些心理准备 其实可能会 今次真的会调多一点的 不过我觉得就准备还准备 但是就不应该完全没有 就是都是保持一定的持仓 可能持仓那个 那个数目比之前低一点 但是就不用全战 就是准备一个大股灾 就是你们最近基金 是不是在美股方面 那个持股有缩了的比例 其实全个持仓都缩了一点的 就是比起多的时候 其实现在是少了 都少了一定的数目 就是减了多一点 就保持那个作战弹性 那还有你始终 这段是整个市场回得比较多 因为你是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回很多 但是近这几天真是回得多 因为那些强势的股票 有很多都 就是调整的幅度 大概3-5% 其实是很多下 所以你不可以完全有它继续跌 所以就是减了一些货 也是 那你也知道你说最近调整 都有骂了一点点 就是打算拼了会不会说 比较劲一点的反弹 可以透露一下 就是你觉得最近有些什么货 你是骂了 其实就应该这么说 因为你之前就有很多一些 就是抽得很行的 就是后起之秀 我们是没有什么机会买的 那跟着现在就他们跟着市会 那你知道他们因为升得多 所以回得多的 那我们又没有那些货 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少先的 就是打散来买了一些中小型的 就是曾经很hit的踢股 那跟着就 但是那个注码很小的 因为那些股票你升的幅度是很厉害 那所以你现在回了可能10-20% 其实都不算说很离谱 就是不算说很多 但是我们就因为完全没有那些 exposure 所以买了一点的 就是譬如你很hit的那些 什么upstart那些股票 那我们之前都没有的 那现在就买了一点的 但是这些就不会买得大了 因为你有机会挨打 挨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就因为它长远来说 可能那个股票都很 那个on rate都很长 所以就都会有点先 就是现在就很多 就是开始看回一些 就是小柱入场 拼一下它之后会升回多一点的股份 但是就不会说买得大 因为那个市美认真稳定下来 那就不值得那么快买大注 就不值得了